中国7K洞的传说 一个普通的洞口 却是通往地狱之湖的入口 为了找到这个传说中的地狱之湖 我们将在洞中徒步三天四夜 现在是20230大零初二 晚上7点52分 从上面的小洞口速降下来 看,这都是天然形成的 在长期水流的充实作用下 现在已经冲出来了一条水洞 接着我们又要开始下降了 底下就像是地狱之影 在注视着我们 咱抬头看一看 两旁都是高耸入云的峭壁 这个大树井除了下降就是下降 一个树井接一个树井 旁边的这个塑链袋子里面 充满了垃圾 我们在出洞的时候 就要把它一起带回 在洞穴探险 不要留下任何垃圾 这边开始变得非常的狭窄 感觉这里的风好大呀 我们从上面速降下来了 前面好像又要钻狗洞了 一钻狗洞我就难受 因为太难钻了 下树井还好 一直下一直从 看这么狭窄的狗洞 这个狗洞好窄 不管了 只能直接下了 下面听说是一个巨大的洞厅 好我继续下降 我吼一声 能感觉到这里的风还是很大的 不断的往上面吹着肉气 现在运输垃圾的是阿强 他运到这里来 我接应他准备把它运到 刚刚下来的那个小洞口 运到小洞口之后 我再继续返回 追赶上大部队 放到小洞口我就快马加冰的 赶往下一个树井 从这里开始 衣服就要受水了 我们要把干衣 背包都紧张好 看 这个狗洞 一个接一个的狗洞 就这么的好玩 这里又是一个大树井 哇塞 从上面下来了 还能继续下 下到底部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栗风 我们将要穿越这个大栗风 看到通往什么地方 穿过这条地下后 就到达了营地 广大的网友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老马 深宫豹 夏明 夏明这是第一次来跟着我们一起探动 出道极丁风 第二天睡醒之后又继续出发 寻找地域之符 这里突出来的石头容易把包给卡住 看一下我右边的洞道 还是这么的长 在水流充实的地方 一般没啥景观 中乳石一般都是在水流的上一层 翻越九层压榻 继续下入地下喉 这种极心地方紧直不要太多 我最担心最担心的就是衣服被烤坏了 继续前进 发现了一个仙女泳池 哇你们快来看啊 可惜我没有带勤水装备 不然下去了 林毛毛这么瘦的人 在这里走得差点被卡住 如果胖子来了呢 胖子来了就不要走了 这里就直接被卡住了 刚刚是在水的下一层走 现在是在空中行走 这种路线就是这样 前方的洞道变宽了 这样我们走起来也比较舒服 巴可以拖在水里面走 惊人的发现 这颗宝石被大自然雕刻成一颗精美的珍珠 这种洞道借狭窄又微信 我们在过的时候要手 趁着旁边的隐蔽才能通过 这是来到东里的第一处景观 看前面的忠如石 已经形成一道冲灵了 现在行走的这条路段 就像在恐龙的肚子里面行走一样 前方像是一条大猛手 准备张着他的大嘴 想要吞噬一切 翻山玉林 夜顶也不围过 来到这里我以为没有洞到了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番天地 从这里钻过去 另外一方又是比较洞天 看这泥巴都已经干掉了 长水的时候水流都是长在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洞 夏天千万不能来探秘 上面只要下一点的霞雨 下面就像发洪水一样 儿时玩过的泥巴 就给这个很像 这里我们为了提升绳子 我们就直接吐舍下去了 要摔一次摔在水里面 这是在有安全保护的群蹄下 吐舍攀岩 大家请入魔方 过来之后 又发现了这个洞穴里面的 第二处忠如石景观 前方又有一个小树井 现在神工霸在下降 我现在已下来了 看到这个水 让我领想到了一部洞穴电影 多命声韵 这个水里面会不会有怪物啊 突然窜出一个头来 这就是这种水 洞穴里面有的毛骨声韵 不好 脚被掀出了 拱外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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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拔出来了 还有一只 看这个淤泥 其膝盖那么深哦 洞穴里面一样美景 一样重入石 一要拦着的路段 一不小心还会摔跤 像这种 哇塞 请你好像看到地下河了 这才是真正的地下河呀 看这个哗啦啦的水 两棚的峭壁 还有一个大浴缸 一个大浴缸泡澡的话 估计不要太松 旁边 涂水攀堡 巡崖峭壁 这水 几个美的太不像话啦 哇塞 真是绿啊 我很好奇 这条地下河的镜头 究竟是什么样呢 会不会找到我们传说中的 地域之河呢 哎 它这里有个什么 冒杀戟 里面有一个新型的爱心 看这二龙系统吗 哇塞 现在这里是 到了了60米高的那个大瀑布啦 周围八层的水部 形成了一层层的雾气 充满了整条洞枪 现在马帮主准备下降了 从这条60米高的瀑布 下降下去 现在一条轮到我啦 看这旁边 还有一条小的瀑布 然后再往下面一顶 是大的瀑布 垂直深度60米 哇塞 真的这么有想到 在八百米深的地下 还能发现如此纵观的瀑布 看这个瀑布 不断地再往外冒水 哇塞 真是神奇啊 哇 上面就像下大雨一样 你在我的身上 感觉透骨的凉凉 现在已经来到冬底了 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月之符 现在这里是八百六十米的地下 然后底下的这一个符 就是我们找的地月之符 看这叫水 碧蓝碧蓝的 水起水力 水晕走深 我们现在来到了地月之符的对面 我们将要赢着这条地下口 继续寻找地月之门 在洞穴里面居然还有沙滩 你能想象吗 在洞穴里面居然能看到沙滩 真是好神奇啊 不深入地心 你咋能见到如此纵观的洞穴美景 现在来到了这里是最容易迷路的路段 因为它的动道 上下左右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 很容易迷路 我们在这里找路 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它的出口 水流通的方向 因为水都是静止的在这个区域 这里又有一个下降点 继续下降下来 看两棚的这个饮食 都被水流充实得干干净净 一顶泥土的不沾 哇塞 这地下口太纵观了 居然能进到如此纵观的地下口 前方好像需要游泳了 正在眼前的这处美景 就像五彩缤纷的泳池一样 各种浴室在水里面散发着一二隐的光芒 逛我们驻足观看 寻找的地狱之门在哪里呢 我相信很快就要到了 在这种地方游泳 还有一件事最可怕的就是 突然遇到红西 这个地方遇到红西 跑都跑不掉 哇塞 这水深哦 嘿 你们快来看 我在洞穴里面看到鱼了 深入地下920米的地方啊 居然有鱼 真是太神奇了 水深的地方 但是是一种水深的地方